当我们审视一辆汽车的真正价值时 视线不应只停留在其初始售价 车辆寿命 保险开销以及维修便利性等隐性成本 往往才是左右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因素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支出 今年累月 其总额甚至可能超越车辆本身的价格 正因如此 当特斯拉每一次发布技术突破时 整个行业都为之翘首以盼 而展望2026年特斯拉最为深远的变革 并非电池技术的飞跃 自动驾驶软件的迭代亦非设计美学的创新 而是其核心驱动系统 一款革命性的新型探图层电机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部件 却蕴藏着足以在全球电动汽车产业掀起滔天巨浪的潜力 那么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这款电机如此强大的力量和独特的优势 使其能够彻底颠覆当前的汽车定价模式 保险体系乃至车辆使用寿命的固有逻辑 本视频将深入剖析其奥秘 摆脱桎 成本与材料的革命 长期以来电动汽车的成本撤肘 长久以来都系于铜与Grant这两种关键金属之上 二者不仅重量可观 价格波动剧烈 更易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 然而特斯拉2026款电机则彻底挣脱了这些束缚 其转子结构曾由铜线紧密缠绕稀土磁铁构成 如今则被轻弱无误 却能承受钢铁般压力的碳纤维完美包裹 特斯拉巧妙地从设计中剔除了高达30%的铜用量 并彻底告别了所有稀土元素 每减轻一克重量都意味着对稀有资源的依赖减少一分 开采需求降低一分 最终转化为更低的制造成本 曾几何时 稀土磁体是高端电动汽车的标配 如今特斯拉正以一场静默的变革 宣告它们的终结 这场材料上的颠覆并非简单的替代 它以几何级数而非线性方式重塑了整车的经济性 例如电机减重25公斤 其意义远不止节省材料本身 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更轻的电机意味着对结构支撑的需求降低 整车减重后 仅需搭载更小容量的电池 便能达到相同的续航里程 更小的电池随之带来多重优势 冷却需求显著降低 屡制框架用量减少 电池单元消耗降低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 有望将电动汽车的整体制造成本降低高达40% 换言之驱动系统减重55磅 不仅减轻了车身自重 更从核心部件到整车架构 全方位的削减了材料成本 性能极限不可能的效率与稳定 这款碳纤维包裹的转子 其性能表现几乎达到了工程学的悖论境界 它能够以每分钟20000转的超高速运转 超越了大多数喷气式涡轮机的转速极限 却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稳定静音和冷却状态 在如此严苛的条件下 普通金属早已因拉伸变形甚至融化而失效 碳纤维套筒已超过2000兆帕的抗拉强度 如同无形之手般紧紧束缚着转子 确保所有部件处于完美的动态平衡 最终呈现给世人的是一台 以更少投入实现更多产出的极致杰作 更轻的质量 更小的摩擦 更少的能量损耗 竟能将高达97%的输入能量 转化为澎湃的动能 这已然逼近物理学的理论极限 工程师们谈及效率时 往往停留在抽象的图表和百分比层面 然而在特斯拉这里 效率升华为一种深刻的设计哲学 用更少的部件 完成同样甚至更优的工作 特斯拉动力总成团队 本质上是将减法理念升华为创新的新范式 他们并非通过增加复杂性来优化电机 而是坚定的剔除了那些导致成本高昂 结构脆弱 以及容易发热的冗余部件 正是这种颠覆性思维 使得传闻中售价仅为 19,799美元的Model 2成为可能 特斯拉并非找到了更廉价的造车方式 而是开创了一种更为智能 更趋精简的制造之道 每克重量的成功削减 其效益在工厂的每一个环节都层层叠加 从电机铸造模具直至成品车辆的运输重量 无不体现其价值 保险费率的颠覆从物理层面切断风险 这款新电机将如何影响特斯拉的保险成本 保险费率的制定 其根源并非繁琐的文书 而是物理定律的客观反应 电机运行温度越高 其发生故障的概率便越大 当故障频发时 保险公司必然通过提高保费来规避其风险 特斯拉的碳纤维包裹电机 正是从物理层面而非财务层面 斩断了这一因果链 它使得故障发生的概率在数学上无限趋近于零 从而彻底改变了保险费率的计算逻辑 以当前为例 典型的特斯拉Model 3电机 其铜线绕组与钢制转子 在车辆全生命周期内 会经历数千次的热胀冷缩循环 每一次热循环 每一次微小的裂纹 都在加速系统的疲劳损耗 这些机械硬力最终会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维修索赔 根据特斯拉内部服务数据显示 驱动单元故障约占保修期后维修量的18% 每次维修含人工及更换成本平均 均花费在2300至4000美元之间 而碳纤维包裹设计 则从根本上消除了大部分故障 其碳纤维套筒对转子的束缚之严密 即使在2000转飞分钟的超高速下 转子膨胀量也微不足道 不足一毫米 特斯拉测试表明 该电机热事件发生率较现款Model 3 降低了60%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磨损性故障 根本不会发生 最终我们获得的是一个更接近密封设备 而非传统发动机的机械系统 无热循环 无磁体开裂 亦无需频繁维护 从保险角度来看 这种前所未有的稳定性 无疑是金钱的象征 目前美国特斯拉的平均保费 约为每年1500至2000美元 比全国汽车保险平均水平 高出30%至40% 这种差异并非源于特斯拉事故率更高 而是因为一旦发生故障 其零部件和维修成本往往极为昂贵 特斯拉内部数据还显示 平均维修成本为每次服务832美元 而传统燃油轿车仅需556美元 仅仅通过消除热损 耗导致的部件更换 碳纤维包裹电机 就能使维修费用降低数百美元 换言之 如果特斯拉的新设计 能将传动系统故障 索赔率降低一半 保险公司便可在不影响利润的前提下 将保费下调10%至15% 这将使Model 2的保险成本 有望与丰田卡罗拉的水平相近 从而突破许多首次购车者的心理门槛 此外还存在间接的成本效应 更轻更凉爽的电机 减轻了整个系统 包括线数 逆变器 变速箱等的负担 这些部件同样会影响总维修成本 压力减轻 意味着电气短路减少 变速箱渗漏减少 逆变器更换次数减少 在传统燃油车中 变速箱更换费用可高达3000至5000美元 早期电动车中 逆变器故障同样代价高昂 新型电机设计通过降低环境温度和负载波动 巧妙规避了这两种高昂的风险 对消费者而言 其影响显而易见 若Model 2定价约2万美元 每年节省400至600美元的保险费用 将使得其总持有成本 与1.7万美元的燃油车不相上下 这正是无形的革命 并非仅仅停留在电机97%的效率 或20000转飞分钟的极限 而是这种极致的工程学严谨性 悄然瓦解着消费者财务负担的深刻方式 展望未来 塑造电动汽车新生态 当特斯拉以碳纤维取代钢材时 这不仅仅是材料上的升级 更是理念上的革新 过去一个世纪 汽车制造商所设计的机器 普遍以承受压力为前提 而特斯拉正在打造的是 能够吸收硬力 解读硬力 并从中学习的机器 碳纤维包裹电机 标志着电动汽车 从机械系统 向近似生物系统转型的转折点 它具备自调节自修正的能力 其适应压力的方式 近乎生命体 到2027年 特斯拉预计将开放碳纤维 包裹转子设计的授权许可 理论上 这意味着竞争对手 可通过支付专利使用费 合法使用相同的电机结构 实际上 这预示着一场更深远的变革 电动汽车技术 专有壁垒时代的终结 若其他车企广泛采用 特斯拉的碳纤维转子技术 整个行业的传动系统重量 有望降低15% 这场变革将引发连锁反应 从制造工艺 到能源消耗领域 接受起义 这种减重绝非表面功夫 传动系统 每减轻一公斤 都意味着电池冷却系统 和结构加固部件的相应减量 数百万辆汽车累积起来 可节省数千兆瓦时的能源 并减少数吨排放 甚至是在车辆尚未行驶 一英里前的数据 足以使金属变形的压力下 仍能保持其形状 换言之 它为这个建立在 渐进衰变基础上的领域 注入了一份难得的永恒性 而60摄氏度 140华氏度的温度上限 或许是这项突破中 最被低估的部分 如今的电动汽车电机 需要复杂的液体冷却系统 这些系统 蜿蜒穿过泵 散热器和管路 增加了重量成本和故障点 但能在极端负荷下 保持冷却的电机 则无需如此复杂的管路 移除冷却回路后 车内空间得以骤增 维护周期缩短 且能效在驾驶全程持续累积 这不仅是效率的提升 更是简化的革命 一项让技术悄无声息的融入 几乎被遗忘的罕见突破 如今将此创新硬件 与特斯拉强大的软件大脑相结合 同一套人工智能系统 既能预测电池衰减 并调节制动扭矩 如今更能精准监测电机的 微小振动 这意味着在轴承尚未开始磨损之前 车辆便能预判并安排维护计划 从而有效避免潜在的损伤 这便是规模化的预测性维护 机器自主管理其生存状态 将传统的汽车所有权 转化为一种运行时间订阅服务 这项能力 或将彻底重塑出行经济的格局 自动驾驶出租车 配送货车及无人卡车车队 皆依赖于永不突发故障的机械系统 停机时间对于这些商业模式而言 无异于吞噬利润的黑洞 碳纤维自监测电机 有望使电动车队真正可行 不仅因其更清洁 更因其持续不间断的可用性 若特斯拉向竞争对手出售这项技术 其意义远不止于部件授权 这实质上是在授权可靠性本身 展望未来 这款电机无疑将深刻影响整个电动车行业 向其他车企授权使用 可使传动系统减重高达15% 降低能耗 并简化数百万辆汽车的设计 结合人工智能驱动的自监测系统 特斯拉不仅在制造汽车 更是在打造韧性 可靠性及机械耐久性的全新标杆 您认为如此可靠高效的电机 能否让电动汽车 在长期内真正比燃油车更具成本优势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真知灼见 若您渴望深入了解此类突破性电动汽车技术 请点击订阅开启通知 探寻交通未来真正驱动力的深度探索社区 下一场革命不仅关乎电池或软件 更蕴藏于那看似平凡 实则非凡的碳纤维之中